那所謂權域變數就是說呢 這個R裡面記錄的東西 會跟什麼呢 會跟我們那個 主程式裡面這邊 這邊不是一個R 是會同步的 也說我會先 怎麼樣新增一個 到第幾筆資料 我會把這個R存在權域的變數 權域變數的話呢 那將來我在這個地方 呼叫的時候這個R我也可以知道說在第幾列 記得這個地方很重要 一定要宣告在最上面 如果你沒有放在最上面的話 將來這個R 裡面的值是空的 就不知道第幾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們就把第幾列的D欄 E F G H 就是這五個資料怎麼樣呢 分別用傳 參數的方式 總共會有五個參數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這個地方傳過來之後的話 那 他就用 這個地方接 接過來嘛 參數傳過來 所以 這邊的話會有五個參數 傳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 把這邊改一下 剛剛我講的 然後 再來的話 因為剛剛這個地方 裡面的那個 執行的那個語法太長 所以我另外怎麼樣呢 把它獨立出一個 叫 Sql的一個 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就是 insert into 房貸 然後這五個欄位 括弧後面的話 把它結束 再把它串結 否則的話後面會 Value 一長串對不對 所以我要能夠 讓它縮短 變成兩行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就是 把這個地方 再加上 C code 等於自己本身 在and什麼呢 Values 裡面要放什麼呢 就是放 A B C